一行人游了一遍西湖之后上岸,西湖的周边景点重点选了几个走走,然后去楼外楼吃了一餐正宗杭州菜,休息了一下,准备晚上逛贺房间。 女孩子对于逛街比较感兴趣,男人很多时候是跟帮,但出来玩热闹的地方,还是得去看看的。 蓝西沉是大哥,是总策划总指挥,他旅游攻略是他你的,该怎么走他一开口大家就跟着走。 黄福黄荣得偿所愿,终于能与蓝家兄弟一起出游,还多了个魏无羡,真是心情好比三月天,鹤峰街市步行街都是经营地方特产。 小时,全国各地物产世界名品都有,毕竟杭州是一线城市经济发达人气兴旺。 行走在其间活脱脱就是清明上街图,魏无羡喜热闹,逛得不亦乐乎,照片也拍得不停。 黄家姐妹平时上班,也是一身套装职场女王状态。 这次出来是卸下华服放飞心灵,回复女孩子天性。 蓝西沉看着人们几个说说笑笑也是满眼的爱戏,当下的几个人没有职场的总和经历,院长,没有文件,没有日程。 只是一群青春正好的人儿出来看风景,也成为别人的风景。 蓝旺基一个人静静地走着,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存在,他只是跟着漫无目的散下步而已。 黄家姐妹看蓝旺基没一点温度的脸,也懒得跟他多说一句。 只顾跟蓝西沉和魏无羡说笑,蓝旺基一个人举举而行,和房间的灯火照在他的脸上,把他映沉得更加立体分明。 眼里的星辰倒映着大海,他的出现熄了街上行走所有少女的目光。 只不过那一束束如剑的目光投射之后,全都悄无声息地滑落。 走过一家丝绸的铺子,黄家姐妹看到模特身上的旗袍鲜艳夺目。 婀娜多次深受吸引,两人走了进去,蓝西沉也跟了进去。 卫无羡本想跟着进去,却发现蓝旺基不在身边。 他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,看见蓝旺基正在后面慢慢走来。 他连忙迎了过去,蓝战,他们去看丝绸。 你看不看? 不看,蓝旺基回答得非常干脆,那行,我们去看别的。 卫无羡想伸手去牵蓝旺基,被他轻轻摔掉了。 卫无羡只好跟着他肩并肩往前走,却发现, 路的中央一流而摆着一个一个的小摊,都是非常有地方特事设计小木屋小木车。 走近一看,原来都是一些手工艺房,很多还是杭州的飞翼传承记忆。 卫无羡来了兴致,招呼蓝旺基过来。 蓝战,你看,你做梳子,有做笛子,有做扇子,还有画画的,真好看。 蓝旺基走了过去,细细看了看点点头,是不错。 蓝战,这木书字挺别致的,你要不要,我买一个送你。 你头发又黑又密,这个好黄羊木做的,能保健,好看? 喜欢?蓝旺基看着卫无羡问,是挺好看。 卫无羡点了点头,老板,我要这个双鱼图案的。 蓝旺基付了钱,拿起那个木书字,往卫无羡的头上就书了书。 给你,为什么给我,你喜欢? 卫无羡看着蓝旺基,不知道说什么好,捏着那个书字看了看,然后放进了胸口的袋子里。 好吧,蓝战给我的,收好。 蓝旺基看他珍重的模样非常满意,脸上温和了很多。 示意他继续前行,没走及不露,看到一个摊子周围满了人。 卫无羡又来了兴致,蓝战,去看看是什么。 挤,不去,不挤不挤,看一眼就走,拉走蓝旺基的手就走。 蓝旺基只好勉为其难,跟着他往摊子那边走去。 原来是个吹玻璃的手工艺人,在现场吹制玻璃工艺品,只见他坐在那里,湿湿然转着一团玻璃在火上烤,慢悠悠地拉成靶毡,一转眼就一只小动物,或是一个小杯子一只花就做了出来。 卫无羡看得眼里星光闪闪,拉着蓝旺基的手,蓝战,你看,多神奇啊,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带回去。 好,那,我们,做一只白鹤如何?上次没能带只鹤来给你,这下刚刚好,让他现场做一只,好不好? 两只,好,老板,做两只白鹤。 那一人抬起头来,看见眼前突然天降神仙,站着两个超凡脱俗的美男子,鹤,对,他们站在那里就是鹤立鸡群的样子,那一人像被人下了咒语一样。 双手停住了动作,看着两人一动不动,周围的众人顺着一人的眼睛看去,也被惊住了,本来热热闹闹的摊子,全都静了下来。 魏无羡心下暗叫一声,有麻烦了,但忍住又跟手艺人说一声,老板,做两只白鹤,那手艺人才醒过神来,好的,两位先生,请稍等,马上就好。 即使重新取了一块玻璃材料做了起来,没一会儿,一对高挑的白鹤,相依相为嘴对着嘴并肩膀而立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一人把完工的作品递给蓝忘机两人的时候,那双鹤在灯光下闪闪发亮,轻盈剔透特别好看,真的不错。 老板,能不能刻字? 魏无羡把玩着问,可以,那请在底下给刻上蓝湛魏英杭州贺房街一游。 好嘞,马上好。 一人连声答应,魏无羡付了钱,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精致的小盒子放进了背包里。 对蓝忘机说,蓝湛,回去再给你。 好,蓝湛,我们去买杯果汁喝。 嗯,两人找了一家现场榨果汁的摊档,买了五杯橙汁,两人各一杯稀酌喝,三杯魏无羡提着继续走。 蓝湛,其实出来走走还是不错的,以后我们多出来走走。 开心开心。 好,走到一个拐角处,魏无羡突然手一拽把蓝忘机拖了进去。 说,蓝湛,你说,你今天在船上是不是不高兴了? 没有,还说没有。 我看你那眼神,还有自己一个人去船头站了那么久。 直到还问,话音未落,魏无羡的嘴即使被人封住,他手里都还拿着橙汁无法挣扎,只能在黑暗中接受着甜蜜的暴击。 好一会儿,魏无羡的嘴唇一腾叫了出来。 蓝湛,你怎么咬我了? 蓝忘机松开了它。 魏无羡嚷着,快,看我的嘴会不会破了? 耗你个蓝任长,你的优雅呢? 原来你是如此的暴力。 蓝熙尘打来了电话。 忘机,你们走到哪儿了? 别走散了疑惑难找。 好,我们过去。 蓝忘机用手机照了一下魏无羡的嘴。 不会。 然后收起了手机。 在黑暗中又灼了星前那个人一口才放开,牵着他走出拐角,往灯火阑伸出走去。